今天為大家來介紹一道就是夏日的聖品 就是酪梨涼拌細麵 那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有什麼呢 當然有一個酪梨 然後香菜碎 然後鹽巴 蒜頭 黑胡椒 這是細麵 一般的細麵就可以了 然後這是辣椒 然後沙拉油 還有優格 那當然準備了一鍋什麼呢 熱水 鹽巴 一大匙的鹽巴 再來就是 油 也是一大匙 為什麼要放油 油它待會可以讓你的麵線 或是義大利麵 變得比較油亮 而且不會黏糊 我們現在滾開之後 把它放進去 好 把它放進去 記得一定要滾開才放進去 要不然你冷水放進去會怎麼樣 會導致底部會沾黏 底部會沾黏 那今天煮的是細麵 所以說我們這細麵呢 以滾水放下去大約是多久 五分鐘就搞定了 我們要準備一鍋冷水 冰水 待會把它怎麼樣冰鎮 來我們這個時間呢 就來做我們的醬汁 酪梨把它分離 來 我們把它稍微把它 用菜刀也好 或者是用湯匙把它壓一壓 很簡單的 好 稍微用湯匙壓就可以了 或者是你想要用剁得更碎 所以用菜刀切一切 其實這樣有一點口感 我覺得比較棒 這樣子差不多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細麵 那我們要讓它吃起來口感更Q 它現在已經是多少 大概是八九分熟 它還會繼續熟 而且會熟很快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準備一鍋的 什麼呢 冷水或冰水 把冰鎮一下 好 把全部把它放在冰水裡面 好 這樣就可以了 來 我們拿過來呢 這邊 把它攪拌一下 好 讓它冰鎮一下 好 讓它在這旁邊等 這個辣椒呢 沒有紙 所以說 它比較不會辣 我們就隨便把它切碎 好 再來蒜頭 好 一點點的胡椒 然後鹽巴也是一樣 先把它攪拌一下 再來呢 我們加入我們的香菜 想多一點 好 那我們加進去之後呢 好 我們現在把優格 就是一般的原味優格就可以了 好 我們先加三匙 好 像這樣子 有一點水水的 稠稠的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麵線 把它濾 來 這還有最後一個動作 如果你要讓它更油亮 因為剛剛有冰了什麼呢 我們的冰水 它洗掉了一些油 我們讓它更油亮 再加一匙的沙拉油 來 稍拌一下 把它攪拌一下 有沒有 變得很油亮 前面的步驟都是做正確的 到最後呢把它濾起來之後 沒有拌油這個步驟 它又黏在一起了 好 所以說 這個步驟 現在才是最完整的 最後再加一匙的沙拉油 用筷子把它輕輕的把它攪拌一下 來 把我們的醬把它加下去 真的 這看起來就很可口 所以說 建議大家 要藏上我們的網站去看 一定很多新的一個變化 然後也教大家呢 一菜多吃 來 一樣 我們從底部攪拌 到上面 輕輕的 有沒有看到 那今天為大家呈現的是 酪梨優格拌涼麵 1 4 5 5 1 4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